哈喽大家好,我是魏魏先生 几个月前我参加了TP-Link半的Wi-Fi 6技术发表会 今天我帮家里换了一组全新Wi-Fi 6的Mesh路由器 也是今天要来开箱的主角 就是我手上这台次世代的路由器 TP-Link Deco X20 Mesh网状路由器 在开箱的同时我还想跟大家聊聊两个主题 第一个是我们应该如何挑选Mesh 第二个就是Wi-Fi的最新技术 Wi-Fi 6是什么? 那我们就先从开箱开始吧 包装盒打开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三台X20的主机在这个里面 那它底下还配有了三个电源线 跟一条网路线 这条网路线是给我们去拿其中一台 跟家里面的数据机连线所使用的 另外两台只要在你需要网路讯号的位置 接上电源 它就能够开始自动配对 自动配对的意思就是把这三台DECO 组合成一个真正无缝的Wi-Fi网路 所谓无缝的意思就是 就是当你今天在这三台路由器中移动使用的时候 X20它会自动侦测哪一台的讯号对你来说效率比较高 就自动帮你连接 重点是因为它们三个都是在同一个网路名称底下 所以完全不会有网路切换的时候造成的断线啊 或者是延迟的情况发生 那我手上这台X20呢 它有着纯白色的机身跟简约的logo 心脏地带使用的是高通的四核心处理器 最高支援的网路速度可以达到1800Mbps 而且这个组合呢 它没有分主机或者是负机 你只要拿任何一台都可以去接家里面的数据机 这边一台X20啊 它可以覆盖的网路范围大约在60频左右 那如果是两颗的话呢 就是110频 那三颗一起用的话呢 最高可以达到160频的覆盖范围 所以不管你是公寓透天错 还是工作室或办公室 从小频数到大频数都很合用 那这台X20的外型啊 它的大小大概跟我在喝水的这个马克杯差不多 所以其实它被放在家里面 任何一个地方啊 都是非常合适的 那路由器摆好之后啊 接下来我们只要下载TPLINK的DECO APP 然后就跟着APP里面的步骤 一步一步的来进行 差不多3到5分钟左右 就可以完全把它设定好了 那在这个APP里面呢 它其实还内建了 防毒软体跟家长监护等等的这些功能 我一直觉得路由器 简单设定的这个部分啊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其实很多人在挑选路由器的时候 担心的是回家之后不会自己安装 因为光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啊 就曾经至少有5个人打电话来询问过我这个问题 那如果你今天有APP可以来做辅助的话 就会变得非常容易 甚至呢我只要透过电话 就可以教会他们要怎么安装 真的非常方便 所以在挑选Mesh路由器的时候啊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呢就是要它能够自动配对 还有无缝接轨 减少我们在安装的时候还有移动使用中的困扰跟麻烦 第二个呢就是最好它有一个可以辅助 而且很好用的APP 随时让我们掌控路由器的状况 还有网路使用者的情况 如果家里面有小孩子也在使用网路的话 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APP来确保 小孩浏览的网页是没有问题的 那第三个呢就是扩充性 路由器的扩充性其实非常的重要 假如今天我们需要的网路范围变大了 或者是在某个房间 某个区块网路不足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再增加同品牌的路由器 而且不需要重新配对哦 就可以轻松的扩充 让你想要网路扩充到哪里 它就到哪里 TP-Link的这组X20啊 除了有上面我说到的这些技术之外 更重要的是 它还搭载了最新的Wi-Fi 6技术 也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聊的第二个主题 Wi-Fi 6是什么 所谓Wi-Fi 6就是第六代的Wi-Fi技术 过去的Wi-Fi啊 我们都会以802.11 ABGNACNX来做代表 但Wi-Fi联盟他们终于发现 大部分的人啊 根本就无法记住这些代号 所以这一次呢 它为了让使用者更容易去分辨 就重新命名了现有的Wi-Fi名称 像我手上这一组最新的X20 它是802.11ax被命名为Wi-Fi 6 那当下目前最多人在使用的802.11ac 更名之后呢 就叫做Wi-Fi 5 所以以此类推更旧的802.11n 就变成Wi-Fi 4 目前如果想要完整体验Wi-Fi 6的话 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台通过Wi-Fi 6标准的装置 目前苹果iPhone 11以上跟三星S10 Plus以上的机种 都已经搭载了Wi-Fi 6的技术 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你还有一台通过Wi-Fi 6标准的 网路分享器 例如像是我手上的这台X20 这样子呢它在传输端还有接收端才可以互相支援 不然如果你一边是Wi-Fi 6一边是Wi-Fi 5的话 你最终还是只能得到Wi-Fi 5的网路体验 那我目前使用的手机呢就是iPhone 11 所以我决定呢我们现在就来把这台X20安装起来 实际测试看看速度上有没有什么差别 Let's go 那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这边呢 就是我用家里原本的数据机路由器 测试出来的网路速度画面 那这边呢就是我安装上TP-Link X20 Mesh路由器之后 所测试出来的网路速度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的网路速度的确是有些差别 那会有这样子速度的提升呢 其实是因为Wi-Fi 6的三个技术 在Wi-Fi 6底下呢它搭配了 OFDMA跟MU-MIMO 还有BSS Coloring这三个技术 OFDMA的中文名字叫做 它属于无线网路通讯中的一个多重接取的技术 不过如果我们来讲技术的话呢可能就有点太生硬了 今天我们就用货车送货的方式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OFDMA就是在一台货车上 它同时载了ABC三个不同载具所需要的资料 那不管资料量是大或者是小 它都是一次运送出去给这三个装置 反观如果是旧的OFDMA技术 它也不管资料量是大或者是小 都是用同一台货车分批去送 所以在这两者比较起来啊 Wi-Fi 6就有着提高网路效率跟降低延迟率的特性 第二个MU-MIMO的技术呢 其实我在过去路由器开箱的时候就有提过了 这个MU-MIMO呢它就是多输入跟多输出的一个概念 它能够让多个设备同时间一起通讯 不用说我等到A传完了才换B B传完了才换C 要去排队 同时通讯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提高每一个不同载具的同时传输量 这样子就会让我们的使用者在每一台装置使用上啊都有网路速度提升的感觉 这个就是所谓的MU-MIMO 那第三个呢就是BSS Coloring的着色技术 TP-Link的DECO啊它让每一个基地台都可以辨认你装置要存取的资料 所以当路由器A发现路由器B正在传送资料给这个载具的时候呢 A就会等B传完之后呢才由A去传送资料 但这样的情况呢有时候可能是发生在Wi-Fi干扰上面导致的 所以在Wi-Fi6的无线讯号里面呢 他们会在讯号的标头上面加上一个数字 那加上数字的这个行为呢就等于着色的意思 所以当我们现在的载具啊要存取资料的时候呢 它就会去侦测这个资料量前面的数字 它就不会去存取到其他无关的路由器 有可能是Wi-Fi干扰啊或者是讯号干扰 那排出这些干扰之后呢 它就进而提升了网路传输速度的效率 那以上我们刚刚有讲到的这些Wi-Fi6的新技术呢 其实说穿了它就是要把Wi-Fi无线网路的效率给提高 让我们所有的使用者在用起来呢都变得更加的顺手 我自己的情况呢是因为我使用的载具已经有支援Wi-Fi6的技术 而且啊我也即将要去布建我们新家的网路环境 那我的个性呢是比较求新又求快的人 所以我就直接入手Wi-Fi6的产品 假如你可能会在半年啊或者是一年之内换新的电脑或是新手机的话 我个人的建议呢是可以直接入手Wi-Fi6的路由器 这样就不用再去担心以后需要再升级或是提升的问题 而且可以让自己享受更快速的网路体验 好的那我们今天开箱分享的影片就到这边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请记得帮我按赞分享 还没订阅的朋友赶快按下订阅钮哦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